1月17日 習近平出席了在北京舉辦的2022年世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 他在發言中專門提到了美國的小院高牆對華新策略 這應該是習近平在講話中第一次涉及到美國這個策略 習近平說 國家之間難免存在矛盾和分歧 但搞理書我人的靈和博弈是無際於事 任何執意打造小院高牆平衡體系的行徑 任何熱衷於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小集團分裂世界的行徑 任何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對其他國家經濟科技發展進行壓制的行徑 任何煽動意識形態對立 將經濟科技問題政治化武器化的行徑 都嚴重削弱國際社會應對共同挑戰的努力 看來美國科技脫鉤的小院高牆新策略 在習近平的最新講話中 也都反映在中國官媒和官方智囊在過去兩年 對這個新策略的連續討論和評擊上 不同的是 與習近平的講話調子相比 官媒的評擊更加直白和激烈 新華社說 美國一些政客出於壓制中國發展的企圖 出台的小院高牆 是美式閉關鎖國 以國家安全為藉口 以在壓制中國科技進步 其實則是一個蓄以干涉中國內政 妄圖壓制中國發展 充飾著冷戰靈和思維的宣言書 《人民日報》說 美國把對華科技競爭 視為最激烈的競爭 只認為是抓住了中國的軟勒 試圖進行小院高牆策略 希望將中國科技發展凍結在某個階段 官方智囊嚴學通的看法 也是客觀一點 他承認美國單邊的小院高牆策略 和多邊的俱樂部策略 已經增加了中國在科技領域進行國際合作的困難 但降低了 美國大水萬灌的成本 習近平的講話 和其官媒和智囊相關表態 反映了中國的三大擔憂 一個是擔心美國 在關鍵科技領域和中國脫勾 第二擔心 美國在高科技方面 和其他西方國家聯手共同對付中國 三是擔心美國 會不斷加碼制裁中國企業的實體黑名單 一言而閉之 中國擔心美國以科技聯盟 壓制中國的科技發展 這樣 中國有應該怎麼應對呢? 從目前中國方面的報導看 中國大致確定了幾個對應策略 第一就是鼓勵科技自主和創新 中國目前似乎正在快馬加邊 提升自主性開發的速度 培養自己的高科技企業 中國在半導體等關鍵技術上落後於他國 便對美國和台灣依賴嚴重 據說 北京從2014年到2030年 將投資1,500億美元 開發自己的晶片產業 第二 對美國不定期推出制裁中國企業黑名單 中國半年前通過了反制裁法 對制裁中國企業的國家進行制裁 第三 瓦解美方的科技聯盟 中國利用西方國家多元政體 試圖拉攏各國地方政府 瓦解美國的科技聯盟 至於美中全面脫鉤的可能性 嚴學通認為 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 全面脫鉤既可能來自美國 也可能來自中國 他說 小軟高長子 是選擇性脫鉤 對中美技術合作關係的影響只有50% 另外50% 取決於中國 是否決定與美國全面技術脫鉤 如果中國決定全面脫鉤 中美科技全面脫鉤也可能發生 中國如果實現了所有科技全部自主 這個與美國的科技關係 也就所剩無幾了 也就是說 中美只要有一方 實行科技全面脫鉤的政策 全面脫鉤就能發生 問題是 中國想實現科技全部自主創新 必須要允許思想的自由和 創新的自由 在一個思想被扼殺 自由被剝奪的國家 自主創新 又從何談起呢 以上是未譜的評論 我是潘家晴 多謝大家收聽 訂閱 開 empire 龍 開